咱们继续讲 绝版 孤本 孤本的顺手炮 不一般 顺手炮有三大体系 直居横居 最优秀的是第三种 缓开居 黑方挺了一个阻 红方必然要对挺一个兵 然后 右炮左移 红方上了马 就有踹中炮 炮打马的凶招 所以黑方只能拆中炮 这个地方是黑方出路的高发节点 很容易走出平居 感觉炮无根 你炮一走或者一宝 杀兵捉死骂 但是如果这样走 红方有飞刀 反正你平居 人家就打马 你要是杀马的话 人家就抽居 所以这个地方 也只能是 巩固中方 就双炮打 红方得子 大幽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这个地方 黑方怎么走呢 以异代劳 交换以后 红方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平兵打马 一个是镇空头 咱们一个个看 第一种平兵 黑方就 弃马攻杀 炮薄兵 要杀 红方抓紧上马 拦着个炮 黑方就杀兵 捉炮 那肯定要伸根 吊住居 黑方必然要补一手 下面平居捉马 进居 来个西朗 再退居 那肯定不能进室外啊 一招必命 只能进室 然后 弃居攻杀 当然这个时候 红方平室外的话 神仙也露不住 这边使空门 据点下二线 绝杀无解 我就喜欢原谱 从来不莫及 寒泪杀狙 一招必命 好 咱们再回到节点 红方第二种选择 就是镇空头 这个有强子配合 也是张牙舞爪 黑方怎么走呢 平炮 炮打马 马踹炮 红方仅此一招 要截两个桌 黑方 反正走炮就丢马 走马就丢炮 红方怎么办呢 公园 藏龙卧虎 大爷 威震八方 一步退马 庙不可言 踹着足 那你杀一个马 人家也打一个 交换而已 而且 深情反杀 黑方只能尽将 带出狙 下面 平炮 要杀 当然不能平帅 因为浸炮 抽狙 所以 红方只能挡炮 黑方就杀兵 捉骂 对错 是残居的灵魂 一定要先平炮 吊着杀 只能挡 红方的炮 无根了 败平居珠 公元大爷说话了 人家打掉一个马 还打着鞠 岂不妙灾 如果 大马 黑方 禁聚一将 只能退市 平炮一将 禁市 是吧 就是梅杀 所以只能走马 然后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回到 捉炮的节点 不能打马 就闪开 禁聚一将 再退聚一将 当然 红方还是 不能走市外 因为禁聚一点 只能到三楼 这个炮过来 绝杀无野 所以 所以当前局面 还是只能禁市 铁江 砍尿巷 还是杀 然后再平居 捉炮 这个时候炮不敢动了 因为 抽居 红方无奈 只能 含泪 平率 然后 进居一点 这样杀炮 就打着居 再 点一下 然后 高炮 然后 照头一棒子 只能 进居 再 点一下 本局多次用到 冻错 这样就是 要杀 关键 红方不能 抢中路 虽然带着西郎 但是黑方 反江 这边 带西郎 这边 拱着居 只能平居 然后 抽居 所以 红方无奈 只能是 进市 这个炮 就甩过来了 然后 退炮 一将 杨 市 就是平居杀 退帅 就是禁居杀 那怎么办呢 公元大爷说话了 可以 变居啊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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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